大家好,我是燕子,教你在家里蒸出又白又轩又大的包子 按照下边的视频,把面画好以后,以这种方式去给它揉面 面一定要揉细腻,揉光滑,这是你蒸出又白又轩包子的一个最关键的手法 揉好之后,下剂子50克一个,包入馅料40克,一共90克 擀皮的时候就是中间厚,往边缘裂薄 包包子的手法,前面有非常详细的视频,可以过去看一眼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,当你包完这一圈之后,第二圈的时候 咱们食指是往后抿这个褶,这个褶才会更挺立 左手要捏着包子来回转,要捏着它,这样包子就挺起来了 咱们包好以后放入踢中,踢上刷了油,然后醒10分钟 然后开水下锅,大火给它烧开,烧开之后计时10分钟 10分钟之后再挺3分钟,咱们出锅 燕子就想让关注我的老铁门都学会 别忘了你的红心,别忘了你的666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